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了反制 他不愿意停战 连拜登和普京出面 他都不愿意停 可能要趁着把哈马斯彻底的打倒 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把美国大使馆帮到了耶路撒冷 那么在这种紧张的地方的话 你这种倾向性的改变 是很容易制化矛盾的 造成动乱 迟迟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那么以色列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那么当年四个国家一起打以色列 以色列都生存下来了 哈马斯发射的图火箭 三分之一的话是发射失败的 落到自治的头上 那么发射成功的三分之二呢 有威胁的资本上都被拦截了 而以色列他说要炸你的楼的话 他说炸你的前院 他不会炸你的后院的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等值 那么这个差距的话 比当年欧洲殖民者 跟印第安人的差距 其实还要大 以色列的国内呢 有四所大学 他排名在世界前150的 40%的人 他拥有大学的学位 工程师的比例呢 是每一万人有140个 他知乎呢 是美国的两倍 GDP的4%用于科研 人均专利是世界第一的 以色列全国有250多个高科制研发中心 高科制对GDP的贡献超过90% 那么以色列的科技是怎么发展来的呢 一个当然是全球犹太人的支持 犹太人是非常厉害的 诺贝尔奖中呢 犹太人拿出了19%的化学奖 26%的物理奖 28%的生理与浴血奖 41%的精致学奖 此外呢还有13%的诺贝尔文学奖 三分之一以上的普利策奖 说明犹太人搞宣传 搞新闻也是很厉害的 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奥斯卡奖 近三分之一的国际相知冠军 他也是犹太人 那么这些人 大部分虽然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肯定会对 以色列的科制发展 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还有美国跟欧洲的支持 将来的世界 它依然是一个科制决定的世界 甚至科制在以后的影响力 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你的科制搞不上去 只能被割韭菜 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普书 那么这些书呢 都是我精选出来的科普书 这就是物理啊 那么这个是得给我们科制部 科普讲的一个书 它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讲 各种物理知识的 这个书呢比较适合于 六岁以上到12岁的孩子去看 第二本呢是新科制驾到 它也是非常适合于 六岁到12岁的孩子去阅读的 但是它的内容呢 都是讲了一些前沿科学 比如说半导体啊 脑汁接口啊 直径编制啊 火星探测啊 对孩子了解未来的世界 怎么发展 是很有帮助的 同样它也是漫画的 所以它的内容呢 非常的生动有趣 孩子会非常喜欢看 第三本呢是十万个 为什么啊 这是我们中国非常经典的一套科普书 它已经出到第六版了 它的主编呢 是我们中国的院士 韩齿德 这套书里面呢 一共包括了十本书的 包括数学啊 物理啊 天文啊 地理等等的 这个书呢 比较适合于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去阅读 那么对于孩子以后学习数理化 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四本呢 是乔治的宇宙 那么这本书啊 是霍金和他女儿 一直来写的一本科学小说 它里面是把各种天文知识 物理知识 写成一本探险小说 那非常的好玩 它是可以培养孩子 对物理 对天文兴趣的 像我们家小孩 看了这个书以后呢 就觉得物理 其实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套书呢 就非常厉害了 它包括三本的 从一到无穷大 是加莫夫写 清华大学的校长呢 就专门给清华的学生 赠送了这本书的 还有生命是什么 是薛定谔写的 还有物理学的进化 那么这本书呢 是爱因斯坦写的 三位呢 都是物理界的大神 那就比较适合于高中生啊 以致我们大学生呢 去阅读会比较好一点 点视频中的小黄车 就可以购买这五套书 抖音